凤姐与假脸看上去那么登对的两个人 也曾经那么恩爱的一对夫妻 怎么假脸就悄悄变了心呢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集中读书 今天带你来揭秘 似乎爱情是婚姻的坟墓 这句话 用在王熙凤与假脸的身上 再合适不过了 两个人本是一对相亲相爱的夫妻 也曾是朦胧暧昧的青梅竹马 也曾是浓情蜜语的新婚夫妇 两口子情深易浓的时候 还不时的武戏 说明感情深刻 也曾彼此相邪满心欢喜的共手白头 奈何造化弄人 王熙凤与假脸最终沦落到了形同陌路 拔剑相向的地步 王熙凤为什么与假脸走到了这个地步呢 王熙凤在婚姻生活中表现得过于强势 直接导致两人夫妻关系的不和谐 众所周知 假脸是个没有什么出息的公子哥 虽说男人在成家立业之后 就会有责任感 但是这脸二爷却并不是这样 他依旧没有什么上进心 平日里也几乎没有什么要紧事 只是帮助假政假设二人做一些杂事而已 王熙凤可不一样 他在嫁住贾府没有多久之后 便得到了贾母和王夫人的赏识和欢心 接下来就从王夫人的手中 闹到了容国府大管家的位置 成为了容国府大管家之后的王熙凤 毫不威风 妻子风光无限 假脸也是喜闻乐见的 他完全没有任何不满 甚至还会偶尔感到些许得意 譬如在他送黛玉从公司回来后 王熙凤一见面 就对写礼宁国府一事夸夸其谈 假脸只是微笑着倾听 并不会担心妻子太过优秀 而会昂了自己 但是王熙凤这个人实在是太霸道了 霸道到不讲规矩 以至越过了贾连的底线 贾母对王熙凤是各种纵容 并绿绿开头做出破理之举 而王熙凤就是在贾母的各种纵容下 膨胀了自己 迷失了自己 以至于最后 他连丈夫也不放在眼里了 元春行亲后 买来的几十个小道士和小沙迷 被放在家庙铁建寺 需要派一个人专门管理 王熙凤先指给了贾琴 贾连听后就说了 称郎下五嫂子的儿子贾云 早先求过自己好几次了 我都答应了 王熙凤说道 下次 后面一段时间 贾云再找就贾连几次 都没能得到确切的回应 后来找到王熙凤 才找了个活 期间提到贾连时 贾云只一味地自嘲不过机灵 不知道早点来求他这位婶子 谁想到叔叔竟不能的 这话说得很明白了 我没想到叔叔竟然没有婶子你 这等能耐呀 以后我有事都直接跟你说好了 凤姐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她可能因为掌权惯了 除了在贾母王夫人面前 知道坐低服小 其余谁也不怕 谁也不敬 甚至多次当众贬损贾连 这是贾连和他感情越来越差的因素之一 贾连作为豪门公子 从小就紧欲识 有通房丫头伺候 已经习惯了此种滋味 而且乐此不疲 另外在那个讲究三从四德的封建年代 对男性也并没有太多的约束 贾连和凤姐算恩爱 但见到别的美女难免见烈欣喜 勾搭成奸 而凤姐是个粗缸子 对贾连这种行为无法容忍 两人自然就会发生矛盾 而且这种矛盾 是基于本性上的 无法弥合 感情自然只能越来越差 说王熙凤是杜妇 那是以古人三妻四妾的观点 但在惊人的眼里看来 王熙凤不是杜妇 她是一个捍卫爱情的妻子 而王熙凤为了捍卫爱情所做的一切 则在不断消磨贾连 对她的感情 毕竟在贾连的眼里 自己三妻四妾才是正道 王熙凤的存在和作为 制约了这一点 面对王熙凤的强势 有再多的爱 也会慢慢地消耗掉 明看似乎是 王熙凤的杜妇行为 导致这一结局 但说到底 也是那个时代 男人三妻四妾的观点 造成的 书中自有黄金物 关注极致读书 下期节目更精彩